各位早安 其實我昨晚看了一齣笑片 但那齣笑片是不一般的 我也應該錄片講一下 但不是一齣我很喜歡的電影 我只想推一推 所以今晚就錄第二類的片 今次我想講一下在Netflix上 今天是2018年的8月尾 有什麼懸疑片是在做好看的呢? 因為之前我錄這類片 我會倒數十出 但我懶得選擇 所以我就在這個列表上 看看有什麼戲我看過 我可以說一下推介不推介 首先這個Ten Cloverfield Lane 我已經講過幾次了 有些人說覺得不好看 我自己就覺得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 雖然這齣戲只有兩個人 有些細微位 例如肥佬他突然剃數 我覺得連那些都可以搞到有些懸疑位 我覺得這齣戲已經是相當成功 而且我也挺喜歡這個女主角 雖然最近他跟Ion McGregor 搞在一起 形象插水 但我一直都很喜歡他 他之前做的第三集 第三還是第四集 好像是第三集 那時候我已經很喜歡他了 其實 Along came a spider 他好像是一般的 路線好像是一般 有Morgan Freeman 有Morgan Freeman 就不能輸了 但還是一般 那時候我挺喜歡那個女主角 Monica Porter 但是整體來說 我覺得是不行 他最後那個twist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說服力 因為這齣戲做奸人的角色 是沒有說服力 是沒有那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是不行的 那Argo 我覺得根本上不是懸疑片 不過Anyway 他放在這裏 那齣戲也挺好看的 但我覺得 還未去到全年最佳電影的質素 不過是一出有娛樂性 如果看得到投入的話 其實也挺緊張的 這齣戲 我未看過 但我有興趣看 因為這個男主角 我有印象 他之前有做過那齣戲 The Secret in Their Eyes 那齣戲 我覺得是經典的懸疑片 那齣戲很好看 那齣戲很好看 其實是一齣很浪漫的戲 如果你有機會 應該找個齣戲 這齣戲 我不知道好不好看 但我有興趣 我有可能會找來看看 OK Circle 我最近已經錄片說過 比我想像中好看 很簡單 還有很多口水 未必是適合每個人看 但我自己挺喜歡 因為我對他的期望是很低的 所以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開心的 驚喜 這個Colateral 有Tom Cruise 有Jamie Fox 我最近有翻看過 我以前看起來 就不太喜歡 但現在我長大了 我就發覺有些戲 我翻看以前不喜歡 所以我給他第二次看完 我都不太喜歡 他裏面的對話 是寫得不錯 我可以理解 為何會有些人喜歡 覺得這齣戲 是比同類型的電影 高一級的 我明白 但我覺得 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Tom Cruise做的 殺手的角色 是很廢 你知道嗎 他給一個司機 玩到一動都沒有 而且他又經常失手 很富裕 你也不明白 他怎樣可以做殺手 而不死 我覺得 他的樣子很帥 但他完全不能幹 是一個很不合格的殺手 整體來說 這齣戲是不爛的 但是 例如 用Jimmy Fox 他有很多其他戲 比這齣戲好看 Tom Cruise 更加不用說 他有很多其他戲 比這齣戲好看 那為什麼要看這齣戲呢 所以我覺得 是一般的 那Death Note 就屌他啦 這齣戲 這齣戲 你是為了 看爛戲 看出很爛的戲 來見識一下 那你就開來看 要不然 你真的不用看 爛到無論 最離譜的 你知道是什麼嗎 最離譜的就是 你已經可以抄的了 你抄漫畫 也可以 抄動畫 也可以 日本的電影版 也挺好看的 你抄那個又可以 給你抄三個版本 你都搞到這樣 他真的浪費 這齣戲 《Deliver us from evil》 主角就是Eric Banner 老實說 我已經完全不記得這齣戲 好像Eric Banner 是做過警察的 但我不記得那個故事 但我記得那個印象 是一齣不好看的鬼戲 我挺喜歡Eric Banner 但這齣戲不行 即是我不推薦 即是我不推薦 是吧 那麼 DRIVE DRIVE 我沒有印象 DRIVE 我只記得有一兩個畫面很暴力 其他我就不記得了 但我知道 當年這齣戲上的時候 有些人很喜歡 說到經典 有人很討厭 所以要看你個人的口味 《黑社會》 我覺得第一集很好看 第二集很好看 第二集很好看 但我想很多聽眾應該都看過第一集 所以 如果沒看過的話值得看 《黑社會》 Jodie Foster的《Flight Plan》 我很久沒看過 但我記得是一齣好看的懸疑片 即是說她的女兒不見了 她的故事裡面是有些twist 有些懸疑片 有些懸疑片很難 這齣不難 並且我覺得是挺好看的 未去到Jodie Foster的經典之一 但我記得是不錯的 這齣《Fracture》 有那個食人醫生 即是Hannibal 我忘了他的名字 另外也有Ryan Gosling 講一個殺老婆的案 最近在香港有疑似 有大學教授殺老婆的案件 如果你覺得適合那個季節 可以找來看看 即是那些查案奇案片 以及有Ryan Gosling 做律師 跟疑似殺人的食人醫生 他們在鬥志鬥力 奇茂進出 那些 不是Silence of the Lamb的經典 是可以看的 而且兩個男主角都可以 所以都可以的 Gravity 這些太空片 為什麼會變成懸疑片 可以看的 你的電視夠大的 可以看 都挺好的 Hush 我覺得Hush有一個特別 就是 他講一個女人 我忘記了 她是盲還是龍 我忘記了 但這齣戲 導演很明顯是盲的 因為她知道這個女人是盲的 所以她的動靜是很安靜的 因為這類電視 經歷片很多時候會突然很大聲 但因為這齣戲的局限 她這齣戲沒有什麼 Jumpscare 有都不是靠大聲的 有都不是靠大聲的 所以 一出不靠 完全不靠 突然大聲的 經歷片 你會覺得 那個導演對自己也有些信心 我覺得是OK的 我覺得是OK的 我不知道有這齣戲 iBoy 有Aria做的 我可能會找來看 我自己沒有看過 Inception也不用說 經典的 未看過一定要看 A片 應該要給A加 我記得 一集都不錯 第三集算是比較弱 但也是OK的 International 有我男神Clive Owen 和女神Omi Watts 兩個我都很喜歡 但是一般 她裡面那些話題 不知道是調查什麼 國際銀行 金融等 我記得我看的時候 我真的看不明白 他們在調查什麼 雖然我很喜歡那兩個主角 但是 我不是很追蹤 我不是很追蹤 因為我以前看 我是沒有字幕 我在加拿大那裡看 現在有字幕 不知道是不是會比較好 這部電影 我有印象 因為我對這兩個演員的期待很高 最後是很失望 The Invisible Guest 好像不是英文電影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我早前才看過 但我已經忘記了 它裡面有些 twist 但是我一個很深的印象 就是這部電影 太多twist 知道嗎 已經是多到一個地步 你會覺得 要不要扭 扭得這麼厲害 扭完又扭 又再扭 扭一扭 扭到變直 扭到變圓圈 所以 看看我會覺得 他差不多是為扭而扭 不是一個很自然的故事 The Invitation 我是很推薦的 但是這些東西 就說個人口味 其實有一點 因為整個故事 在一間屋裡面發生 一群人一起吃一頓飯 我覺得 都挺緊張的 我覺得 但是 我可以理解 為什麼有些人不喜歡 但是 是值得試 開來看看 這部電影 大白沙 明珠930 經常做 不用說 這部電影 就是撲讚旭 第一出賣座片 JSA 當年也是很熱的 雖然是經典 但是我自己就不太喜歡 他的故事很有追悍性 他的角色也挺好看 而且他的驚喜 真的是驚喜 到結尾 很多事情 為什麼會發生了 有些事情想起 挺驚喜的 但不是我十分喜歡 很多時候 那些 南北韓之間 那些 關係 鬥爭 那些 愛恨 那些 我不是很明白 但是 有些人 可能會很喜歡 這些題材 我就不太懂得到 但是 那部電影 當然 本身是OK的 Mission to Mars 我很有印象 因為 以前我回大學的時候 在學校附近 有一間很大的戲院 但是 我以前上學的時候 很偏僻 所以那間戲院 其實沒什麼人去 但是 它很大 畫面 很大 所以 那時候 經常 我只是上學 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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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就去看戲 我記得這部電影 真的 悶到 糟糕 我不知道 現在 大了 會不會有不同的觀感 有些戲 可能會這樣 可能我會回來看 很空間 可能會回來看 但是 我印象中 就是一齣很爛的戲 我覺得是 浪費 這部電影 導演 Duncan Jones 他父親 David Bowie的兒子 他不是一個廢人 Duncan Jones 是拍過一些好戲 Moon Source Code Source Code 連續拍了兩部電影 然後 Warcraft 就不行 這部電影 就變成爛戲 所以這部電影 我是很不推薦看的 簡直是看得令我傷心 很不推薦 千萬不要看 OK 這部電影 整部電影都沒有看過 這部電影 也沒有看過 ParaDocs 好像有點印象 不知是否 無印象 就不要裝看過 Primal Fear 如果你沒有看過 一定要看 我想在這部電影 我最推薦的是 Primal Fear 因為這部電影 就是Edward Norton 第一個出動作 你猜不到這部電影 第一次 做一個重要角色 是這麼好戲 是因為他 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 才會合理 你知不知道 這部電影 很好看 一個上乘的 懸疑片 超棒 超棒 我不是看很多 Richard Gere的電影 但很多人都說 這部電影 是Richard Gere 其中一部電影 表現最出色的電影 所以如果你喜歡Richard Gere 你也可以看 但主要是看Edward Norton 這部電影 很出色 所以這部電影 非常推薦 如果我給他分數 我會給他A 至少A減 Quarantine 不要看了 要看原裝版本 西班牙文的錄影 你自己找來看 Netflix 但要看 看過出 《Rose Mary's Baby》 很好看 我覺得是一部很獨特的恐怖片 因為有類型的恐怖片 有一類型的恐怖片 會給予人一種很邪的感覺 但很小器是會有這樣的氣質 今年有很多人很喜歡這部電影 我不知道在香港有沒有照片 但那部電影 比起《Rose Mary's Baby》 還是差很遠 這部電影 我覺得是傑作 我非常推薦 如果你有看過 《The Score》 我肯定有看過 但我不太記得 是說Edward Norton 和Taxi Driver Robert De Niro 他們說他們去 撻東西 去爆銀行 即是那些heist movie 因為我很久沒有看 我記得印象中 OK 《Seven》不用說 傑作一定要看 但我想很多人已經看過 《The Shining》 《閃靈》 我不喜歡 但很多人覺得是必看 就看看吧 Science 我覺得都OK 《M Night Shyamalan》 因為那些影片還未去到 變成爛了之前 還可以 有些人批評 因為他裡面是說外星人 入侵地球 然後說他們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有些人覺得結局是不行 但我覺得是OK的 因為結局是最後那一刻 拍得不好也會令人失望 但是之前那些如果是鋪排得好 你可以原諒他 我覺得這齣戲是情有可原的 《Snake Eyes》 不是一齣好戲 但是有《Nicolas Cage》 在這齣戲裡面 《Nicolas Cage》 是完全發揮他的癲癲的氣質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看《Nicolas Cage》 這齣戲其實是可以看的 其實是可以看的 他的導演 Brian De Palma 是拍過很多好的原諒片 這齣不是他最好的故事 但是是可以看的 尤其是有《Nic Cage》 OK 還有 這個全部沒有看過 《Tow》我看過是OK的 但也不是十分之好看的 你看到沒有東西看 只要像我這樣開出電影來刷牙 那些是可以看的 《Taxi Driver》 就不是原諒片 放在這裏 但就不用我推薦 每個人都會認識的 根本上就是 《Unbreakable》 我覺得是《Amner Shyamalan》 最好的戲 其實是《Unbreakable》 很多人喜歡《Sixth Sense》 我最喜歡這齣戲 所以都值得看的 這個《Under the Shadow》 我想就比較少人看 這齣其實是一齣恐怖片 驚慮片 這齣不是說英文的 我不知道裡面有什麼語言 這齣是說 女醫生和她的女兒 在一間屋裡 撞鬼 這齣也挺邪的 這齣是一齣不錯的 是一齣不錯的 是一齣不錯的 驚慮片鬼戲 但就不是經典那些 例如它不是 它不是 空笑 它不是驅魔人 它不是異形 甚至不是 Final Destination 但是一齣可以看 不爛的恐怖片 有鬼的 《Vanilla Sky》 我也是早前才回看過 有Tom Cruise 其實都可以的 而且他那時候 真的很帥 現在看《Mission Impossible》 很久沒看過 Tom Cruise以前的舊戲 看《Mission Impossible》 你會覺得 這麼老也這麼帥 但你再看這齣 你會覺得 他當年還帥氣 你知不知道 真的很帥氣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很色彩 我是那些色彩 我是那些色彩 我喜歡看女生 但Tom Cruise 很漂亮 我也覺得很帥氣 哈哈哈哈 Veronica 不是英文戲 應該是西班牙戲 他號稱是一個 Based on true story 的鬼戲 但看完整齣 我沒有那種感覺 我覺得也不是十分幫助 我覺得是一般 但有些人是挺喜歡的 出於好奇 你也可以看 你不是經常看英文鬼戲 那樣 When A Stranger Cause 他就是翻拍一個經典 如果我沒有搞錯的話 但無論如何 舊那張我沒有看過 我只看過新的 When A Stranger Cause 我告訴你這齣戲 是必看的 他這齣戲其實是一般 就是說 有個寶寶 有個女生 就是幫人照顧兒 做保母 然後有一個人想進入那間大屋 不知道是打劫還是什麼 我都忘記了 但是你不要管 那個女生是漂亮到暈 你知不知道 那個名字我都忘記了 我Facebook有ad她 Instagram我有她 我忘記了她的名字 因為她很少拍戲 其實是很懶 但是她是漂亮到無論 我覺得她的樣子 好像一個女版Tom Cruz 你按來看她是漂亮到無論 一個人為何她的五官 會這樣 是很漂亮 所以是因為那個女主角的原因 所以這齣戲值得看 Wild Things 我早前已經說過 其實比我想像中好看 她真的有個故事 OK 好 這裡就是整個list 就是我有印象 我有看過的戲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其他的推介 如果你有什麼推介 或者我沒有看過的 如果你想告訴我 是很棒的東西 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就在這裡 還是看見 還有個月